公汉最后一位皇帝 汉景帝流血 家坟后若与曹操相遇 会是什么景象 高祖在上 汉光武帝在上 流血不孝 愧对列祖列宗 自来年大汉 王于我守 起来吧 刘碑都与寡人讲过了 这怪不得你 高祖啊 这都怪那该死的曹贼 他不仅将我视为傀儡 还勒死了怀有身孕的董妃 害死了大汉的骨肉 哦 那个 不好意思 实在没演足 兵汉高祖 董妃乃董承之女 董承欲杀我 对我识破 虽将其有关之人全部诛杀 自古巫星帝王将 咱草除更是计刀啊 罢了 横儿 城内交给你处理了 寡人郁闷 想要出城三三心 任陪你一起走走 还有你 和你 都来 哈哈 还好我够聪明 这次没在父皇边上钓鱼 估计父皇把我忘了 终于这次我不用出城了 胡亥 愣着干嘛呢 给老子过来 哦 算起来 上一次出城好像是刘达来的时候 转眼已经过去四五个月了 父皇 您忘了 还前几天刚出城的 你当老子不知道吗 如今龙珠所生不足二十枚 看看能不能顺便弄点龙珠吧 龙头 开启城门 这拙实事有些意思 每次出城竟能变化场景 不愧是孟德兄啊 不管身处何境 心态依旧是这般好 哈哈 宣得取笑于我 父皇 哈尔不知怎的 感觉有些困意 奇怪 朕也是如此 刘记何在 速速回话 何人在哪 给朕滚出来 政府 朕额外人面前叫我政府也就罢了 怎么私底下还如此称呼 大胆 你是我的海鹅 是我亲生的骨肉 你该叫我付钱 你给朕闭嘴 朕身上流淌的是大秦营氏血脉 营正 你根本就不是公子一所生 你没有资格当大秦的皇帝 靡帝 瓶子 你喜欢我的海鲜 或者随便 是 我的海鲜 vowel 年轻轻胃 你不能吃 又不是 我 不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